好,这个立体呢 它是有两个物体 A物体跟B物体 A是MA,B是MB 如果一切的摩擦力跟滑轮的质量都不算 我们求绳子的张力 跟各物体的加速度 绳子,像这条绳子的张力 还有这个物体跟这个物体的加速度 像这个问题我们一看就很清楚 因为它是跟力有关 力有关,所以它是力的问题 那因为它同时要求加速度 所以它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 那我们就用动力学的方法 或者是叫牛顿第二定律来求 好,那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是要把关键的物体找出来 比如说我们取A跟B 取一个不够 我们这次取两个物体 A物体跟B物体 找到这个物体以后 我们就把作用在物体上的外力 全部画出来 外力全部画出来 比如说A物体 比如说A物体 它有超距离 超距离是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 因为我们当作它是均匀的物体 然后呢 我们就看接触力 这个绳子跟它接触 所以有个T 这个T是朝这边 这个箭头忘记化了 朝这边 然后还有桌面 跟这个物体接触 那桌面接触的话 通常它有两个力 一个是垂直力 就是正向力 一个是切线分力 那就是摩擦力 现在它摩擦力不计 所以这个摩擦力就没有了 好 这个力画完了 那我们画这个力 这个力呢 第一个 我们看超距力 然后呢 接触力 这个绳子跟它接触 这个绳子张力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两个张力之合 因为这个绳子没有质量 所以这两个张力啊 就会借助这个绳子 传到这个物体 所以这个物体呢 就是超距力 一个 还有接触力 就是两个 因为两根绳子了 这个绳子分成两半 所以是张力 那么找这个图 力图都画了 然后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 第一个 A物体 我们看SigmaFX 这个方向的力 这个方向的力 只有一个T 正向的 是正的 然后它的加速度呢 是A 朝这一边 这是MAA 然后 因为这个力我们用不着 用不着 就没有列了 然后看物体B 物体B是Y方向的力 朝上是两个T 朝下是MBG 那么它的加速度呢 我们设定它是朝下 朝下的话 它就是负值 这里就是负值 因为这整个式子 是一个向量式 OK 那么我们看两个式子里头啊 它有这个 两个式子里面 有三个位置数 一个是A 一个是加速度A 一个加速度B 两个式子不能解三个位置数啊 那么我们就再看 那么这个加速度跟这个加速度 其实呢 是有关系的 因为绳子是一个它不会伸长 不会缩短的 所以说这个向来一公尺的话 这个就要往这边两公尺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AA是等于两倍的AB 那这样我们就有三个equations 三个equations我们就可以解 就像这样子 我们解出来 我就不讲了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题 好 下面一个例题呢 它是说 在一个火车箱里面 火车的车箱里面 有一个小球 这个是一个小球 它用一根绳子细的 以后啊 它没有加 它是跟这个地面垂直的 是这样自然垂下来的 那现在 车箱有一个加速度A 那这个绳子就跟垂线 有一个夹角 θ 它现在要问 什么问题呢 问这个θ是多少 还有求绳子的张力 这条绳子的张力 把它用θ跟A来表示 拿到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就是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要用 这是什么问题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解 好 那么 我们看它 里头有求力 对不对 那一定是力的问题咯 那么 它又有加速度 那就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 那么这一定是用动力学来解 动力 要用动力学解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要把关键的物体找出来 这个关键物体就是这个 我们画在这里 你看选举小级位关键物体 然后把关键物体的力画出来 它的力有什么呢 各位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学会 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力啊 超级力 对不对 然后呢 接触力 接触力现在是什么力跟它接触啊 绳子跟它接触 所以它就这两个力 那这个是它的加速度哦 这个方向是加速度 乘M就是MA 就是朝这个方向 其实你的M可以不要画了 就是画A朝这个方向 好 那么现在用牛顿第二定律 好 T SigmaFx 这个方向的分力 就是T Sine Theta 等于MA 等于MA M乘上A 然后 朝上的分力 来是T Cosine Theta 减掉Mg Mg是朝下 这个方向没有加速度 等于0 所以我们就解这两个 就可以得到A是等于什么 G Tangent Theta 那 A A如果解出来啊 那么绳子的张力呢 我们就可以带到这个地方去求 对不对 这个 我就没有写出来 你就自己把它带进去 T 你就把这个A带到这里来 就可以求出来 另外还有一种解法 另外的解法就是啊 我们用一个向量式的 牛顿第二定律 这个是把它弄成两个 分量了 我们有一个向量 T 跟Mg 是合力 合力 这是合力 合力等于什么 等于MA MA是朝这一边 MA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 所以 这个是这两个 这两个力的合力 等于这个力 这是等于三个力的问题了 合力的话呢 因为这三个力啊 这三个力 它现在可以 这两个是它的合力 这个是它的合力 这两个的合力了 所以这三个一定可以画成一个 封闭的三角形 也就是说你这个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这个 而Mg是垂直的 这个是水平方向的 所以Mg跟MA是垂直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角 这个角 θ 就是这个角θ tangentθ 等于什么 对边比零边 对边是MA 零边是Mg tangentθ 是MA overmg 所以A是等于 G tangentθ 然后你这个 A算出来啊 你就可以算T了 就可以算T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问题 这个是在地球 这个代表地球 在地球的表面啊 有一个人 他垂直上抛一个小球 这个球的出速度是V0 小球 问 这个小球到达最高点的高度 是什么 最高点的高度 到达最高点的高度 如果这个高度等于地球的半径R的话 就是说 从这里往上到最高点 这个H 等于R的话 那么这个V0要是要等于什么 还有就是你一丢上去啊 他就脱离地球的引力 现在求V0是多少 他主要都要求V0 那么求V0的话呢 就是求速度了 我们就想呢 我们曾经学过哪一些求速度的方法呀 比如说我们 一维空间里面 V就等于Dx over dt 如果你知道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Dx over dt就是V 你现在知不知道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啊 不知道啊 所以不能用啊 好 再来我们用牛顿力学 你知道起初状态 起初它在这里 知道 V0不知道 位置知道 V0不知道 加速度呢 加速度啊 可以知道 因为它这个 这个是 我们用万有引力可以知道加速度 加速度 然后到最高点的高度 最高点的高度 V0等于0啊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里面呢 我们看起来是可以用牛顿力学 牛顿力学 不过它的加速度我们现在不知道了 要求求出来 加速度求出来 最后一点是V0 V等于0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来求V0 所以我们现在啊 就假设小球抛出去以后啊 在H高的地方 现在还不是最高点啊 在H高的地方 它的速度呢 是V 在这里的速度是V 那么这个时候 小球啊 它仅仅受到什么力啊 唯一的一个外力 就是地球给它的吸引力 地球给它的吸引力 那么我们就把牛顿 第二定律列出来 它的net force 就是外力的合力 就是FG 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就是这个 假定这个任意高度的时候 它跟地心距离是R 这是因 负号 这是向下 负R的方向 R的方向在这里 那么等于MA 这个等于MA 所以我们把这个A约掉以后啊 把M约掉以后 A就等于这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加速度 它现在是位置的函数 它不是常数 所以你不能用等加速运动公式来算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一维运动来做 因为它是 它始终在这条线上运动 所以我们就假设 这条线 向上是正 向下是负 那么它的加速度A呢 就是负的这个值 好 那么A 因为加速度是速度的 加速度是位置的函数 那也就是说 它的速度也是位置的函数 我们就用这个关系 A等于V 乘DV over DR 那等于这个 那我们从这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VDV 这个乘过来积分 就是有这个积分式 那我们把这个积分式积出来 这二分之一的V平方 把上下线带进去 这个呢 就是等于负R二分之一 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 我们从这里头把V 我们要求V0了 所以V0 拿到这边来 这个拿过去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最后得到这样的式子 我们要求的是V0了 那现在我们就 把小球啊 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V等于0 这个条件带进去 这个等于0 所以V0就等于这个 我们把负号乘进去 这两项对调 OK A最高点的高度是 H等于R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啊 H等于R 那这个就变成2R分之一了 2跟2约掉 所以V0就等于 所以V0就等于根号 GME over R 那我们有一个东西 你一定要记得 GME over R平方 这个大小 就等于G 等于G 等于这个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们分子分母 同成一个R以后啊 那这个字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H等于R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地面的重力加速度 我们用了这个 最高点的高度啊 就是如果是 它可以逃脱地球的引力 那就是它的H等于无限大 可以到无限大 无限大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这一项就是零了 它就得R倍的这个 这个字的R倍 所以它是得2RG 那我们令这个速度啊 就叫做逃脱速度 Escape Velocity V1 Escape Velocity 就是说你一个指点 任何一个物体 以这样大的一个速度 这就是地球的半径 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把它丢出去的时候啊 这个物体可以逃脱地球的引力 OK 好 那这个叫做Escape Velocity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 说我给你什么条件 你要求它的结果呢 不是哦 物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哦 不是说我给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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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知数 然后你要求什么什么什么 未知数 不是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雨滴 它在空中形成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球形 然后它就开始呢 受了重力 对不对 受了重力 它就往下掉 但是它这个 在空气里面 雨滴在空气里面 空气给它一个浮力 boy and force 然后还有一个阻力 阻力就是它的 Viscosity 就是它的粘质力 这就是它的阻力了 它要往下掉 但是这两个力量 但是这两个力量要阻止它往下掉 这三个力的作用 这个雨滴就开始往下 有一个加速度A 那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啊 也没有问你它到底是要求什么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你知道这三个力作用在物体上 这三个力都是在垂直的方向 垂直的方向 那么它开始往下掉 我们假设 经过T秒钟以后啊 它的速度呢 就变大 因为它有加速度啊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加速度变大 它的力图就像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游敦第二定律 Y方向的合力 这两个向上的是正 这个MG向下的是负 所以是等于负的M 是M乘上负A 这个要注意啊 你不要马上写负MA 脱弧A要用负的 因为它的向量 它是向量 它是往下的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一向一下呢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那么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假设T等于0的时候 就刚刚成型的时候 它还没有速度啊 它从0开始往下掉 速度等于0开始往下掉 好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速度等于0 这个时刻 它的加速度是A0 那我们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V等于0 这时候 A等于A0 这是A0啊 A等于A0 好 那么 因为这个V等于0 R 这里有一个条件啊 R等于负KV 就是说我们一般呢 一般 物体速度不太大的时候 它的这个粘质力产生的阻力啊 是跟速度一次方程正比 方向相反 如果速度大的话呢 可以它可以跟速度的平方程正比啊 就要看情形 在目前我们是假设 它只跟V 成正比 因为雨滴掉下来 没有多大的速度啊 所以是等于这个 T等于0 V等于0 A0等于0 A等于A0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什么呢 就是雨滴的最初的加速度 最初的加速度 那么它有着加速度啊 它的速度就开始变大 速度就变大 速度一旦变大 这两个值都是常数 MG是常数啊 浮力也是常数啊 你这个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这个就越来越小 而这个是什么 这个等于MA 这个越来越小的话 加速度就越来越小 刚刚那是起初加速度啊 一开始运动以后啊 它加速度变小 要注意 加速度变小 不是加速度变负值哦 加速度还是 不是加速度相反吗 还是原来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个雨滴啊 继续速度增大 继续增大的时候啊 那这个继续的变小 那A又变成更小 所以左边就越来越大 右边越来越小 到最后啊 会怎么样呢 最后就是 这个 这两个 正好跟它 那个时候的速度 一样大的时候 加速度就等于零了 加速度等于零了以后啊 这个雨滴就不再加速了 它就以等速下降 等速下降 OK 好 所以我们 说当A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令这个时候的速度 叫做VT T就是一个 Terminal Velocity 终端速度的意思 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MG-B 这个我们用A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A等于零 我们V就用VT来代表 于是我们就得VT是等于MG-B VT over K 这就是它的Terminal Velocity 到这个时候雨滴掉下来啊 它速度不再增大 就是以等速下降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它的速度 起初是零 到最后是这么大 到中端速度是这么大 那么在当中的 它的速度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从牛顿第二定律 这个式子来看了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就变成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M 把这个K除一除 那MG-B over K 就等于VT了 VT 这个都变号 那就是V-VT 等于M over K A呢 这个时候可以写成DV over DT 因为它 A本来就是DV over DT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两端积分 把V放在一起 T放在这里 这个积分就是log 把这个带进去的话 上下线带进去 就是log V-VT over-VT 等于 这边就是负KT over M 然后从这里就写到VT Velocity 它是等于这个值 就是说你这个log去掉 这边是Exponential 这个值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VT乘过来 这个VT搬过来 就可以 就可以写出V来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函数的曲线呢 就像这个样子的 函数的曲线 就是说这个物体的速度起初是零 然后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到最后 变成一个终端速度 好 那么 刚刚是雨滴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就是告诉我们 以后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现象 你可以去分析它 你分析的时候 不是随便乱猜 还是我们学过什么 原理 你就用什么原理去做 好 现在我们就看水平的圆周运动 我们前一章讲过 一个物体受外力的时候啊 它可以分成 加速度可以分成 XYZ 三个分量 互相垂直的 这是迪卡尔坐标 我们也可以把加速度分成 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 这切线分量 就是dV over dt 速度的时间变化率 Sigma Fn 这就是法线方向 分量 M An An呢 我们上次说过 它是等于V平方 over r了 对不对 那么 如果这个值点的 速度V等于定值的话呢 那 这个是定值 那么这个值点 它就是做这个 等速的圆周运动 等速圆周运动 我们上次分析过了 好 现在 我们来看 这个物体 在这个圆周上面运动 这是它的切线分量 这个是它的 法线分量的力 好 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一点的这个 曲率半径呢 是朝这个方向 是朝什么 圆心的方向 因此这个力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向心力 向心力 好 以后要注意 向心力啊 不是某一种 特定的外力 它是 这个物体 所受外力 的 合力 外力合成以后啊 它的合力 就是它的 向心力 不一定是有特定 某一种力 要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看 这个问题 假定我们 有一部 汽车 汽车 在 这个 路面上走 假定这一个路面 这路面 走的时候 汽车如果要拐弯呢 怎么拐弯 靠什么力量拐弯 因为你要拐弯 一定要有一个 normal方向的分力 就是向心力 normal方向的分力 这个分力从哪里来呢 那通常都是从摩擦力来 摩擦力来的 有路面 你看我们路面都有摩擦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汽车 可以转弯 那如果这个路面 没有摩擦力的话 你汽车能不能拐弯 你把你的驾驶 那个驾驶盘 拼命的转 它也是不会拐弯 像雪地里头 路面结冰的时候啊 你一把龙头 把那个驾驶盘 把它扭一下的时候 这车子会打转 因为车子还是要往前冲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 让这个汽车转弯呢 有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使这个路面 稍微斜一点 路面倾斜一下 路面倾斜 路面倾斜就可以啊 路面倾斜以后 本来这个N是在这个方向上 现在这个路面倾斜过来 它的N也就倾斜一个θ角 那么这个N呢 就会在 这个方向产生一个分离 这个方向就是它的向心力的方向 所以说 我们路面倾斜 也就是说 使得 这个物体会受一个向心力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立体好了 就看这个立体 好 一部汽车质量是M 在没有摩擦的路面上 以速度V行驶 这个V早打了 速度V行驶 它现在要做右转 转弯处的曲率半径是R 假定这个是R 求路面应该倾斜的角度 θ与M质量 汽车的质量 速度跟曲率半径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拿到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子求 用什么方法来求这个问题呢 用什么方法求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汽车 它要转拐弯了 它一定受一个向心力 否则它不会转弯了 对不对 那就说你要把这个力找出来 这个力找出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关键物体画出来 汽车画出来 它的外力 第一个 画它的超距力 这听清楚了 第一个 首先画超距力 然后就画接触力 现在有什么力跟它接触啊 地面跟它接触 地面跟它接触 这个N是跟这个地面垂直的 正向力 如果一个平面上面的接触力 通常我们是有 还有切线分力 切线分力就是它的摩擦力 现在我们已经说没有摩擦力了 所以就没有了 它就是这两个力 就是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 我们现在 用牛顿第二定律来看 牛顿第二定律 那么这个是 因为它加速度是朝这一边 加速度朝这一边 所以N 我们用一围空间 向量 加上MG向量 这个负号 自然包括在里面 它是 现在是向量 要等于MAN 你看这是MAN 这个是等式的右边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水平的 这个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直角 因此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 这个角是垂直的 那θ角就是这个θ角 Tangent的θ 等于对边比上 0边 Tangent的θ 等于MAN over这个MG 等于这个东西 于是 我们就 从这个式子里面 就说 你看你要用多大的速度 在走 如果半径 R是 曲率半径 R是定值 G也是定值 的话呢 那么这个θ 要多大 要看你的速度 你速度越大 倾斜角就要越大 这个是 这个关系 就是θ 路面倾斜的 跟这个V 有多大的关系 如果说 你指定这个V 要有多大 那这个倾斜角 有一定的角度的话 那么 它的曲率半径 应该是多大 也可以出出来 那这个是 这个问题 好 再来我们看 这是一个 L长的 细线 这边有个 不像是M 它原来 已经是 不掉 后来我们 给它 这个 它就 在 圆周上面运动 水平 圆周上面运动 如果这个时候 它的 夹角是 θ 就是说 这个时候绳子跟垂线的 夹角是θ 的话 我们现在要求 指点 绕一周 所需要的时间 是什么 我们就 令这个时间 就是大梯 一下我们用大梯 代表它的 period 就是它 一周的周期 是多少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做呢 它要求时间 我们好像没有求过这个问题 我们求过力的问题 求过加速度的问题 那现在要求T怎么办呢 那没关系 我们就按照它的话 它一周 算一周所需要的时间 一周的周长是2πr 它的速度 这里是等速圆周运动 是V 所以T就是等于这个 你要求这个 R要知道 R本来就知道 R呢 你θ如果知道的话 因为你知道L嘛 那R就知道了 R等于L sign L Tangina Theta 这就可以知道 那你还要求V呀 它的V是多少 多大呢 好 那么V 要求V 你怎么求 现在要求V 你怎么求 用Dx over Dt 可不可以呀 不行 现在它不是 E为运动 可不可以用这个 牛顿运动定律呀 也不行 它这个V是一个等速哦 它不是有什么起初条件 然后加 有什么加速度 然后再产生速度 也不是 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什么 什么方法 知道V呢 我们就有 我们记得 法线加速度 An等于什么 V平方 over R 对不对 V平方 over R 所以那里有个V呀 如果你知道 法线加速度 An的话 你就可以求V呀 就可以求V OK 好 那么 所以我们就要 把An求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An 求An就是加速度的问题呀 运动学也不能求 那我们现在就用牛顿第二定律来求 牛顿第二定律 那我们就把这个关节物体找出来 把外力花出了MG跟P P就是这个绳子的张力 因为我们已经把T当作是周期了 所以你就不能张力就不能再用T呀 用P 还有没有别的力 P是什么力 绳子拉他的力 还有没有别的力啊 有同学说还有啊 还有个向心力啊 他有没有特别一个什么东西拉到这个 这个指点啊 有没有 没有啊 他没有这个 没有特别的一个力 就是你要有什么力的话 你一定要有这个失力的物体 一定要失力的物体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力的话 它失力的物体是什么 没有啊 所以我们只有这两个力 我们还是利用 牛顿第二定律 向量式 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是一个直角 所以这个tangent theta 就等于man over mg 有这个关系 所以an就知道了 an是等于gsin theta an知道你就可以求v哦 就可以求v哦 刚刚求出an是等于 这个 an就等于gsin theta an又等于v平方 over r 那v就知道了 v就等于rgtanent theta 那我们又看出r呢 这个r就是这个r 等于tangent 不是等于l sin theta 不是用这个 是用这个 l sin theta 好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两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我们就解除 tangent是等于这个值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 可以知道 c theta越大的话呢 c theta越大 cos theta越小 那t呢 就越小 可是啊 c theta越大的话 速度就越大 速度就越大 所以 我们知道 当c theta等于90度的时候 这个就是0了 t等于0 这个90度的话呢 v等于无穷大 不可能 所以这个 他在这里转 速度越大的话 这个角度会越大 但是 他不可能 大到c theta等于90度 好 我们再看 在很多游乐的场所 他会有 这么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就是一个 大的一个圆筒 人 走进去 以后就贴到这个墙壁站 站在墙壁上面 然后 靠在墙壁上 脚呢 站在地板上 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旋转 一旋转 一旋转到某一种速度啊 他这个 地板就开始下沉 地板就沉下去了 这个人没有跟得下去啊 人还是贴到这个墙壁上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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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在这 好像锅贴一样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要问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要有这么一个游乐器材 你现在要设计的时候啊 这个滚筒的 圆筒的半径是什么 圆筒在转的时候 它的切线速度是什么 还有 这个人跟墙壁的摩擦系数 应该要多大 有关系的 你要研究这个 你不能随随便便的 就就就弄一个圆筒 就让人站进去 到时候 你这个摩擦力不够的话 一转 地板下去了 人也跟得下去了 或者是说 这个撞得太快 越快它贴得越紧了 太快的不行 太快的时候啊 你人走进去出来 就要抬出来啊 因为会呕吐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研究 这个有什么关系 好 怎么研究呢 我们就从这个 牛顿第二地理 因为它牵涉到这个 摩擦力的问题 我们把力图画出来 关键物体找这个人 然后呢 我们说 它的超距离就是MG 然后就是接触力 接触力呢 一个是垂直方向的 就是N 就是N 然后切线方向的 就是它的摩擦力 我们现在用 用最大劲摩擦好了 最大劲摩擦 好 就这三个力 我们现在 牛顿第二定律 FY Sigma FY 最大劲摩擦 向上 MG向下 它在这里没有加速度 好 然后呢 Normal force 朝这边 只有 Normal force 只有一个 Normal force 要等于M A N M A N 就是等于V 平方 over R 好 然后 我们又看到 这个时候 N也不知道 这个也不知道 Maxima Friction 也不知道 Maxima Static Friction 不知道 V也不知道 三个位置数 我们还要有一个劲子 那就是最大劲摩擦 跟 跟这个N的关系 好 我们从这个劲子里头 可以解出来 原来啊 它的摩擦系数啊 要等于这个东西 那就是说 假定 你这个R 当然越大越好了 越大里头可以 占的人越多 你赚的钱越多了 每一次赚的钱越多 然后这个速度呢 速度当然是 越小越好 越大的话 人家会吐啊 对不对 可是 它速度 终究有一个 你太小的话 太小的话 这个会往下滑 太小的话 这个小的话 这个要很大 这个摩擦系数要很大 你让你这个衣服 跟这个墙壁之间摩擦系数 要很大很大的话 那么这个材料 也不容易 平常人家穿着衣服来这里 你很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摩擦系数 所以这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 所以这个摩擦系数要多大 大概可以从你这个地方决定 就是说我决定这个R要多大 因为它这个游乐器材 有时候是随着马戏团跑的 所以它不会太大 速度呢 有一定的限制 不能太大 太大了 人会呕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摩擦系数应该要多大 通常这个摩擦系数啊 要控制它的话 都要你穿特殊的衣服了 它给你一个紧身的衣服 你靠在这里 或者是一个袋子 上面有魔鬼毡 就是毡在这个墙壁上 这个摩擦力就很大 你不能随便穿 随便像这个 我们的小姐 夏天都穿得很凉快 那个衣服啊 都是绸缎的 滑不溜机的 那么一转 这个摩擦力太小 人下去了 最后这上面都留着衣服在这里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 你要看情形来计算 然后呢 你最好有什么衣服 什么 魔鬼站着袋子 给他们戴上去 穿上去 另外一种算法就是说 我们不是用最大机摩擦 我们这个就是用 这个要改一下 FS 然后呢 Fn还是一样 等于mv平方of rm a n 然后呢 我们 现在就是 从这个式子 mg等于fs fs跟这个关系是小于等于啊 小于等于 然后这个式子等于这个 我们把n用这个带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算出来 有几个关系 几个关系 这个都是它的关系式啊 g 小于这个 我们看这个好了 看这个式子 就是你的摩擦系数 一定要大于这个 如果r确定了 v确定了 你摩擦系数要大于这个 或者说你摩擦系数是确定了 r也确定了 那你的速度要比这个子要大 或者是说 你速度决定了 摩擦系数决定了 那你这个半径要比这个小 这个就是 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的 好 以上是垂直 圆周运动 现在我们来 水平的 现在我们看垂直 圆周运动 这个圆周啊 它的圆周面是在 是垂直的 跟水平面 垂直 垂直 这个物体 在这个圆周上面运动 这个圆周上面运动 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 等速圆周运动 不是哦 不是等速圆周运动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 它的任意一点 它的速度应该是多大 任意一点 它的加速度多大 我们随便找一点 找这一点好了 那么这一点的位置在哪里呢 你总的要有一个参考位置啊 我们就假定这条线 这条线是参考线 这个位置呢 它是在这边 θ角 θ角的地方 θ角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啊 现在受几个外力 我们把它外力化出来 你才能够求加速度啊 关键物体取这里 外力 MG 超距离 然后 这个是接触力 是张力T 就是这两个力 张力T OK 那么我们现在运用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运动第二定律 牛顿第二 好 我们看这个 好 Tangential component 切线方向的力 好 这个力跟这个力 在这个方向的分力 是等于什么 因为切线跟这个半径是垂直 所以切线方向没有T的力 切线方向只有MG的分力 MG的分力就是这个 它是等于MG sinθ 所以唯一的一个分力MG sinθ 好 这个是要等于MAT MAT 好 法线方向的 我们现在以向心方向作为正的 OK 好 这是T 是正的 好 朝这个方向的分力呢 这个方向分力就是MG cosθ T MG cosθ是负的 朝外的负的 它等于MAN N就是 AN就是V平方overR 好 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式子 你就可以解除它的加速度 它的加速度是等于什么呢 G sinθ 等于G sinθ 好 那么 这个位置啊 这T可不可以算出来啊 T可不可以算出来 算不出来 或者AN AN算不算得出来 你也算不出来 好 那就说 这个时候啊 这个式子里头啊 这个式子 你没有办法算出T来 因为V你还不知道 V也不知道 OK 好 那么 我们要算这个 要算这个 AN的话 这AT是算出来了 AN 我们这里是直接用AN 用这个V平方overR 本来这里应该写个AN 这AN等于什么呢 永远要记得 这个关系 这个很重要 AN等于V平方overR 这做曲线运动的物体 它加速度的发现分量就是这个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 好 那我们AN知道以后啊 我们就把AN带到这里来啊 所以可以解除T是等于这个 张力 你这个时候可以解除张力来了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张力也跟它的位置有关 当THETA角等于0的时候 这个最大 对不对 %THETA等于1 好 这个时候 就是物体在这里的时候 绳子的张力最大 当这一点 在A点的时候啊 是THETA等于什么 180度 所以负1 所以是MV平方overR 减击这个时候的张力是最小 就是这个 OK 好 那么 做这种运动啊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 你到A点的时候 你转到A点的时候 这个速度啊 要有一个最小值 你不能比这个值更小 比这个值更小 这个物体啊 它不会绕圆周运动 它绕到这个地方 就掉下来了 它不会做整个圆周运动 因此呢 我们说 在这个地方 它的最小值应该是多少 它才会做圆周运动啊 做整个的圆周运动啊 那这个有个要领 各位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就把这个物体啊 物体 在这一点画出来啊 画出来 那就是我们 T 加MG 那应该是在前面一个式子 看看啊 这个 这个Cosensita 我们把这个物体画在这里好了 画在这里好了 我没有画 一个是张力T 还有MG也是朝这里 它这个MG朝这里 T也是朝这里 这就是它的合力啊 向心的力啊 向心力等于MAN AN就是V平方 over R 好 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这个最小 这个值要最小的话 就是这个值最小了 这个值最小 右边也要最小啊 但是MG是一个 MG 它是一个定值啊 它不可能 不可能变成零啊 不可能变成其他 就是MG 那只能够在这里动脑筋 这个T 要是最小 最小最小是什么 绳子的张力 最小最小就是零啊 零 所以T等于零的时候 V就等于V minimum 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就等于V minimum 是等于根号RG 最小值等于这 我不希望各位去背这个东西 我们尽量少背 少背这个式子 你把这个 你能够用牛顿第二定律 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把它导出来 你才能够记得长久